宿舍这么久 城管被弄弄这么弃 值得一提的是 再重复一次 三人赛的规则是 场上任何一名队员双脚出界 就不能再进入比赛区域 如果三人全部出界 就派输掉比赛 得分再多 也没有用 所以绝对不能被打出界 知道吗 记住 预赛的队伍我仔细看过了 大部分和我们一样 是第一次参赛 所以这次 我们应该有的一拼 前面的几场比赛 不宜过早暴露战术 那么前面几场比赛 由你来主张 我 就是你 小音 加油 好 开始了 洪峰市暗阳松柏道馆队 来方市海宽道馆队 双方都是第一次参加三人赛 那么 敬礼 准备 敬礼 开始 开始 好 比赛开始了 首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两个队伍对三人赛的战法都不是很了解 因此一开始选择的都是直线进攻 三名选手形成一个平面 的话就失去了三人赛的趣味了 火测 哎 等一下 红峰暗阳松柏队改变了阵法 哎 红峰暗阳松柏队改变了阵法 哎 红峰暗阳松柏队改变了阵法 从另一名身材轻巧的队员刺激突袭 利用这种战术攻击 我相信啊一定能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没错 红峰暗阳松柏道馆队对战法很有研究啊 哎 他们又改变这种战术 是面临着二打三的局面 形势非常的不易 正在攻击对方男选手的这名女队员 这 范晓莹将男选手劈倒太低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这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走 阮阳松柏初次参加三人赛 就创造了本次比赛最快取得胜利的新纪录 没错 果然啊 叫松柏的道馆就是不容小气啊 走 好 哎呀小妍你太神勇了太厉害了 这简直是我们松柏秘密大杀器 你居然可以把我画虎朽为神奇 我范晓莹更定你了 一工师兄 我们住哪儿呀 住旅馆 啊 干嘛 你们不过是没债钱吧 我们存的零花钱 那买个机票 对我都很不错了好不好 本来呢 我爸妈给我的凶卡额都是够的 可现在是打折戒 人家没忍住 凶卡有啥不好的 那好吧 大家就凑合一下吧 女生就跟我和小姨挤一下 男生就跟长安教练 和一峰师兄挤一件 好吧 好 就这样吧 反正打完决赛 我们已经回去了 我们可以邀请全球各地的选手 和观众 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您看起来 长安教练 长安教练 你别走啊 长安教练 集体活动一起参加啊 是啊 长安教练 一起吧 都不是问题 你们一定可以通过这座铁锁桥 那么 下面比赛就要开始了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Ready go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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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我们的青春插上翅膀 地边深深情不足的太阳 我们的影子无限延长 轻轻地笑 梦的地方 我们的影子无限延长 -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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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走 走 走 - 走 走 走 - 走 走 加油 加油 提供的奖品 让我们一起选出新风潮 - 走 走 走 - 好 好